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裹着被子拍照 穿衬衫裙大长腿抢镜 慵懒气质好迷人 迪丽热巴是娱乐圈公认的大美女 平时拍戏或者走红毯 她永远是人群中最闪耀的焦点 顶着一张抑郁脸蛋让她的气质变得独一无二 时而明面动人 时而甜美可爱 时而带有一丝丝小性感 什么风格她都能完美驾驭 迪丽热巴裹着被子拍写真 给人营造了一种温馨惬意的氛围感 明明前一秒还是气场十足的大明星 下一秒就变成了居家风的邻家小姐姐 穿上这身条纹衬衫裙之后 迪丽热巴尽显娇灵动之美 对着镜头卖萌的样子十分可爱 眼前的热巴显得非常温柔 平易近人 扎着高马尾的她流露出青春活力的气息 每一次她拍写真都能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一次也不例外 衬衫搭配马尾 一股少女敢扑面而来 这样的迪丽热巴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其实迪丽热巴这身衬衫裙的打扮 是为了参加某个品牌活动而准备的 简简单单的搭配就已经将纤细笔直的大长腿展现得淋漓尽致 黑皮鞋配上白色长袜 是不是很有女高中生的感觉呢 提到半嫩 迪丽热巴可太有说服力了 明明已经30岁却嫩得像25岁的女孩子 这身条纹衬衫带有一丝丝水粉色 所以在颜色上尽显可爱的气质 迪丽热巴凭借自己的颜值与气质 完美地驾驭了这套造型 裹着被子拍照的她 对着镜头故意摆出鬼脸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藏女孩呢 站在床上拍照的热巴简直完嗨了 掀起了被子准备完跳跃 这一幕动作刚好被摄影师抓拍了下来 明眸好齿 笑叶如花 扎高马尾的热巴太美了 这双筷子腿真的好抢镜 有颜值有身材 每一次迪丽热巴出席活动的造型 都能经验全场 可能这就是女娲炫技之作吧 既能hold住华丽经验的晚礼服 也能驾驭小清新的衬衫裙 迪丽热巴真不愧是百变小公主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仙女的活力与热情 清爽十足 干干净净 不搅柔作作 永远给人一种舒适甜美的感觉 热巴身上的气质实在让人非常上透 明明是裹着被子拍照 却昧而不足 美得非常高级 在这个温暖的秋日里 迪丽热巴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浪漫温馨的视觉盛宴 时而对着镜头放电 时而露出动人的微笑 迪丽热巴在被子里的模样软萌可爱 让人充满了想保护她的欲望 灵动的双眸 高挺的鼻梁 热巴本身就是一位明艳大气的美人 演艺居家风之后 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慵懒气息扑面而来 娇俏活力的气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 又是被迪丽热巴的美貌惊艳的一天 这位娱乐圈公认的大美人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高马尾配上条纹衬衫裙 实在是简约又高级的穿搭造型 你们喜欢迪丽热巴这组打扮吗 欢迎留言讨论 娱乐新闻 小八卦 谭建慈 王源 杨阳 baby 1.谭建慈 谭建慈现在的资源比以前好了很多 他现在和Mango关系不错 也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男艺人 毫不奇怪 与周也在一起的人会给他一些奖金 后续常相思其他的也很好 后续还有一个业务没有公布 2.王源 王源最新的新专辑即将发行 最近因为这幅画的问题 任命也传出了一些绯闻 但两人私下是朋友 因为普通的代播灿烂 灿烂 这次算是为新剧先了一波宣传热潮 后续有声音合作 3.杨阳 杨阳也被视为90后的第一梯队 目前 时尚资源相当丰富 除了他出版的杂志 他还有一个奢侈品代言 再加上他现在的戏比较多 管理层一直觉得他是戏的保证 他对和王楚然的戏很感兴趣 4.baby Baby和任嘉伦的暮色已经官宣了 很多人都说他现在的资源被降级了 但他早就这样了 之后 如果成绩好 制作团队会更好 后续Running Man也正在录制中 马上播出 他还有一本杂志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